上午9點鐘我是浩婷 來到我們新聞棚內的是主播舒芮 要請教舒芮 小犬颱風將新竹以南的陸地上 都列為了這樣一個風雨治災性的範圍 那麼速度跑得慢 大家很擔心 接續下來36個小時的降雨影響 舒芮 好 謝浩婷沒有錯 我們帶你來統整 剛剛最新一報的警報單 新增了新竹地區也在陸景的範圍當中 所以說新竹以南還有東半部地區 現在都是在陸景範圍之內 海景部分當然還是全台灣各個地方 那麼在過去幾個小時 它確實跑得很慢 目前距離鵝鵝鵝比 東方大約是280公里左右 大概是時速落在10公里到11 12公里 速度真的是還蠻慢的 而且從昨天的陸境上可以發現 它主要是往北北西 甚至還一度往北有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但是接下來因為北方高壓增強的關係 所以說它往西的份量會逐漸明顯 甚至還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往南修正 不過也因為它昨天往北北西的份量很多 所以說接下來在明天 它的中心點登陸的機率又更高了 目前持續還是在台東到恆春半島這一帶 登陸的機會是很高 那麼也帶你來看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 如果依照現在的路徑還有速度 都沒有太大幅度的轉變或變動的話 它的暴風圈在稍後馬上就會碰觸到 我們花東一帶的一個陸地 那麼在明天的清晨這段時間 中心點就會登陸我剛剛所說 台東到恆春半島一帶 可是因為它的速度很慢 所以說能影響時間拉長了 等到暴風圈要完全脫離本島 可能要等到週五的清晨這段時間 也就是說路景的時間會拉得非常長 那麼海景甚至有可能要到中午 也許上午甚至是中午過後才會來解除了 因此大家不能掉以輕心 也帶你來看到了 雖然現在小犬颱風還不是在中台的巔峰 可是從雲圖上你可以發現 它很圓結構很扎實 在深紫色甚至到白色的這個區塊 代表的是它的一個對流非常旺盛 只要這樣子的一個螺旋雨帶 掃進台灣的話 就會帶來明顯的一個強降雨 所以在降雨的部分也帶你來看了 在昨天晚上開始包含台中以北 還有宜蘭地區就有一些間歇性的雨勢 不過大家不是都說這次東半不會最嚴重嗎 怎麼現在雨勢好像還好 就是因為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它的外圍環流是先掃到 我們比較偏北部陰封面的 這個北部還有宜蘭地區了 不過接下來隨著它慢慢的 往我們這邊靠近整個暴風圈掃進來之後 東半部雨勢就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也帶你來看 在今天的部分 台中以北還有宜蘭地區 特別是山區的雨會持續一直下 那麼包含在宜蘭的太平山 昨天到今天的累積雨量已經破百毫米了 而在中午過後花蓮地區的風雨會開始明顯起來 台東地區則是入夜之後 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 在白天的這段時間可能是會有一些 局部或者是間歇性的降雨還不是很大 所以提醒花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還沒有做好方台的趁把握上午的這段時間 因為從中午過後一直到晚上 從花東地區到恆春半島地區 風雨就開始越來越大了 真的會有一種台風真的來了的感覺 那麼至於在高屏南部地區呢 則是要到台風的中心點 也許在今天的晚上或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中心點越過中央山脈之後 雨勢才會起來 也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 甚至是蠔雨 特別是在山區 很容易會有這種累積型 治災型的一個蠔雨 或者是蠔雨等級以上的強降雨出現 所以說要特別当心跟注意了 這樣子的降雨呢 在今天還有明天對東半部來說是最為明顯的 特別是我剛剛提到中午到晚上這段時間 一直延伸到恆春半島 那麼到明天雨勢還是依舊 不過呢 像剛剛提到的 南部地區明天開始 從清晨早上開始 雨也會稍微下下來 不過這一次啊 是在桃園 在台中這一段 這一個部分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緩和一點 雨相對比較小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風的部分 那麼到禮拜五的時候是颱風逐漸遠離的過程當中 東半部的雨勢呢 越晚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但是天氣不穩 水氣還是很多 所以說依舊會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出現 那麼另外呢 這次的總雨量也要特別提醒 在東半部山區可能會來到800 甚至1100毫米 這樣子的驚人雨量是很容易造成土石流 或者是治災性的一個降雨要小心了 那麼平地地區呢 大概也是500到800毫米左右 橫川半島是400到600毫米 至於在浪高的部分呢 目前有些地方特別是在東半部的沿海地區 來與綠島 有的地方已經監測到了5米浪高 接下來呢 在這些地方也很容易會出現7米的一個巨浪 尤其是在颱風中心是有可能會出現8米 甚至10米以上的一個巨浪 所以千萬不要前往海邊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風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了 雖然說在桃園到台中這一帶 雨勢相對來說還好 可是受到海峽地形的一個影響之下 所以說呢 在西半部地區同樣的也有出現到 明顯的一個強震風 有8到9級 機車族如果騎在高架橋上要特別小心 不過呢 主要最強的風力 當然還是在迎風面地區 台東還有橫川半島 今天要注意了 越晚可能會出現12到13級的強震風 那麼藍嶼綠島呢 甚至在昨天已經監測到了11級 接下來還有可能出現16到17級的強震風 這樣子的強震風可能連巨大的樹木都會被連根拔起哦 所以說千千萬萬最好是待在屋內 而這樣子的一個颱風呢 當然現在進入秋天了 也很擔心會不會出現一些共辦效應 不過還好目前因為北邊的冷高壓還不是那麼強 所以說雖然在周五的時候颱風中心進到台灣海峽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風向有可能水氣 還有包含在東北季風都會在東北部地區有一點會流 確實不排除可能會有一點微弱的共辦效應 但是目前看起來剛剛提到東北季風暫時還不是很強 所以說雖然說到颱風周五逐漸遠離 也許在花蓮台東風雨會慢慢的緩和下來 但是在匯流區域就是東北部這個區塊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下雨時間依舊會比較長 這個是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地區東北角一帶的觀眾朋友 要嚴加戒備要多多留意的 那麼也提醒稍後暴風圈馬上就會接觸到花東一帶的陸地 從午後開始花蓮有雨晚上開始台東的風雨也會逐漸的明顯起來 大家千萬不能掉以輕心要做好方台準備 以上是姐姐氣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